很奇怪 有一點大小便失禁了 那我自己都沒感覺 呼吸困難 會喘 胸悶 我嚇到有點發抖 所以我就拿血壓劑給他量 然後就量不到 身體都是冰冰的 那我就很緊張 就趕快打119 然後醫院也是給他馬上檢查 主動脈玻璃 很嚴重 要馬上手術 他說他們的醫生因為很忙 沒有辦法馬上手術 就幫我們轉磁劑 就是趕緊安排緊急的手術 那以他的情況 我們就是用這個大理術室的方法去做 主動脈玻璃 比心肌梗塞和中風更可怕 超過40%的發病患者 在被送到醫院前已經死亡 會造成病人猝死的風險 對於急性的甲型 主動脈玻璃都建議在24小時內 要緊急做手術 通常是越快越好 若以水管比喻血管 高血壓病患 像水管內的水壓升高 長期下來 水管更容易耗損被衝破 水壓一旦衝破水管 如同主動脈玻璃 另外疑患血管流病患 像是聂先生 如同水管內有一個障礙物 當水流過這裡就會加壓 久而久之 這個地方就可能破裂 這也是血管流病患 容易動脈玻璃的原因 還有遺傳先天性血管發育不良 抽菸喝酒和老化也是高危險因子 主動脈玻璃病患 每多一個小時死亡率增加百分之一 由於手術風險極高 很多醫師不願冒醫療風險為病人開刀 但大陵心臟外科團隊不放棄任何希望 你該正常的作息 你該運動 你都照正常這樣 但是你不要突然間去搬很重的 手術半年後 念先生幾乎完全康復 他說第二次生命 從此刻的74歲開始 現在我都很好 來回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吃東西也很正常 跟以前都 就是沒有發作錢 都是覺得差不多了 自己就去多做一些好事 幫助別人 讓自己過得比較有快樂 因為好不容易救回來了